和挑战 并为建设香港美好未来 建言献策 习总书记在深圳特区成立 40周年庆祝大会中指出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要求积极作为 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前不久 中央召开了19届五中全会 提出了十四五规划 在规划中指出 中央将进一步支持香港 巩固提升竞争优势 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这说明呢 中央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 全力支持 当前香港面临的机遇 前所未有 受益于一国两制制度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汇聚了全球的资本 我们从港交所 联交所的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港交所IPO融资 就接近了千亿港币 其中呢 就包括了京东这样的 知名科技企业 香港金融服务也 在助推大湾区发展 助推创科中心建设方面 优势显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